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在春节期间既吃着美食又能够变瘦呢 第一点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每天五点钟以后尽量的不吃东西了 年月饭的话还是要吃的 如果你真的想大幅度的瘦的话 你就不要吃了 如果说你只是想春节期间不要太胖的话 就少吃一点 我建议你是白天多喝水把水喝足 但是五点以后你如果真的非常可能 你少少的喝一点 五点以后呢少吃东西包括不吃水果 如果你实在是太饿 我宁愿你去吃点饭 建议不要在五点以后吃好多的水果 因为水果也是有果糖的 反而会更让你胖 第二我们可以做一点就是什么呢 早睡觉 我知道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要守岁又不可以 但是在其他的时间你可以 你只要静下心来用一个七天到十四天的时间 让自己养成一个习惯 并且呢你真的感受到了他给你带来的好处 那么你就可以有动力去坚持 利用这个假期做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让自己早点睡觉 有的人说九点钟睡了半夜又会醒 这个很正常 你一开始早睡的时候半夜都会醒 甚至于长时间 早睡的人依然有的人会半夜醒 半夜醒来的时候首先不要去看手机 也不要试图就是去做点其他事情 你就是静静地躺着 慢慢自己会睡着的 即使睡不着没有关系躺着 你哪怕是可以想点事情 想一些轻松愉快的事情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半夜醒来看手机 很多的人觉得自己半夜失眠 其实呢他是可以调理过来的 最重要是你半夜醒过来 很多人就想我打开手机看一下吧 到底现在几点了 或者是有没有人给我发信息啊 然后呢不由自主地看到信息 又点开去看 然后呢就会一直往下看 最终呢就睡不着了 如果你想减肥的话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让你的情绪舒畅 我们的身体呢 是怎么样去代谢这些脂肪 这些油脂这些坠肉的呢 它是靠我们肝脏来分解来代谢 那我们的肝呢 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什么 情绪器官 它是管我们人体的情绪的 如果是紧张焦虑生气发怒 所有的这些情绪呢 都是由我们肝来处理 所有的这些情绪 都会给肝造成一个压力 白天它帮我们合成大量的 我们人体必须的 生命所需的各种营养成分 到了晚上呢 它又帮助我们分解 排掉大量的毒素 我们人呢才能够清爽 所以当肝 它受到情绪的影响以后 毒也排不出去 然后新的这个 我们生命所需的营养物质 也无法合成 我们人体肯定就会受到 很大的影响 包括我们的坠肉也减不掉 脂肪也减不掉 如果你想要自己瘦下来 不仅你要从饮食上去调节 你也要从情绪上去调节 有没有一种胖 大家听过吗 叫做压力胖 就是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其实是会变胖的 肝脏没办法帮你分解油脂了呀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它代谢不好 他们甚至于有的人为了减肥不吃肉 但是依然胖胖的 减不下来 而我们呢 大吃大喝 还是可以瘦 为什么 其实就是 当你的肝不受你的情绪的影响 它可以很好的代谢 分解脂肪的时候 你就会变瘦 所以会发现 当你很开心的时候 哪怕这段时间 你没有干别的 你就是开心 心情好 就会发现 人变得结实了 紧实了 也变得苗条了 我们让自己的情绪好起来 也是非常重要的 家里都准备这样的一个秤 可以称你的体脂率和你的内脏脂肪 你就可以随时监控自己 因为其实如果你光称体重的话 你是不会意识到自己内脏脂肪的增长的 很多的人都只关注自己体重有没有增长 其实不是这样的 包括我看有好多人哭着喊着问我怎么能让自己变胖 其实我看看他们 我觉得他们只关注自己表面上是不是能长几斤肉 其实他们的内脏脂肪有的已经过高了 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关注自己的内脏脂肪 一定要随时的去控制自己的内脏脂肪率 而不是说只关注体重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准备一个尺子 随时量自己的腰围 基本上来说 如果你的腰围很细的话 你的内脏也不会被很多的油所包裹 所以真正健康不是说你瘦 或者说是你腰围小 而是在于你有一个比例 腰围比 腰细才是你真正 你的内脏脂肪就会比较少 与中药相位为伴 能够让我们身心愉悦 同时也能让我们气血通畅 同时也能帮助我们代谢多余的油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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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